这次课我们来谈一谈关于次序这个关键字在幻灯片制作的时候的一种理念的应用 虽然我在之前的课程里边已经提过什么是次序 那我这节课要再进一步的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还记不记得以正确的方式制作幻灯片来进行更有效的沟通的这次课 我说如果你对着这一页给别人讲这五块内容的话 也不要同时把这五点都展示出来 那么你可以使用现在这样的一种展示 构成一种次序 让别人注意力集中在你讲的某一块内容上 当你讲完了这五点内容之后 再把它们统一的呈现出来 方便别人拍照还记得吗 那么这次课我要再进一步的去谈这个次序 注意一下为什么要在幻灯片展示的时候 以这种很有次序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必须在幻灯片上面放在一个焦点上边 要不然的话就会分散他们注意力 以至于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在听你讲的那一个焦点上边 那么我追加一个例子 柴敬老师的穷顶之下 我们给他做这个表的时候 你看他讲到什么 发达国家的减煤曲线 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发达国家 从1965年 这个60年代开始 一直到2010年 我们可以看到 德国 英国 欧盟 金合组织 日本 美国 加拿大 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 他们的这个煤 你会发现用的越来越少 而且一开始 从1965年到1975年这10年 减得非常明显 后边也是一次的减少 那么只有在美国 我们发现它稍微有一点点增加 我们也知道美国可能是在工业上面 有一些它自己独有的一些结构 好了 这里边你注意到有一条红线吗 那么这个红线代表的是什么 它怎么长得这么厉害 这是哪个发达国家 实际上呢 这是中国 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那我们通过这个表呢 其实是想去对比中国 用煤和发达国家或地区 这个用煤 有如此大的差别 这个用煤的量 好了 现在呢 这个表我直接给你展示出来 它的全貌 你会发现什么呢 当我去讲德国的变化的时候 你就一直在注意 这红的到底怎么回事 这红的是谁 那你最后在讲这红的的时候 那其实你知道 这效果不好 对吧 在他演讲的时候 这个曲线的一个表 到底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展示 首先呢 我们给一个标题 就是发达国家的一个减煤曲线 然后呢 给出这么一个数据的一个背景 从65年到10年 我们来看看德国 它的一个用煤情况 你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次序 我让德国先出来 那你的注意力的 就放在我这个焦点上面 就是德国 当我讲完德国之后呢 我再去讲什么 讲英国 讲完英国呢 讲欧盟 那讲完这三个之后呢 那么你可以快速的吧 把后边的这几个呢 依次的把它呈现出来 你就告诉各位 是吧 他们的这个用煤的这个曲线呢 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 是吧 慢慢的降低了 降低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对比什么 要对比中国 这个时候才出中国 最后再出来 为了形成鲜明的对比 你注意 我要多加一页煤灯片 怎么样加呢 就是把这些曲线的颜色呢 把它都变成什么 灰白色 以突出中国这个红色 注意 看到没有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标题啊 已经从发达国家用煤曲线 或者是煤 用煤的这个量的减少的曲线 变成了中国用煤曲线 红的这条出来 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什么呢 这是次序了 而且我这个标题的变化 你知道更准确 你中国明明煤减少 是吧 怎么可能可以用煤减曲线呢 应该用什么 用煤曲线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很好的 去用一种 遵循一种次序的观念 让听众的注意力 集中在我们讲的 那一个要点之上 我们下期待会儿就会有点赞 我们下期待会儿就会有点赞